和珅死了以后 他的妻妾后果是如何呢 咱们今天先说一说和珅的发妻冯继闻 冯继闻呢是和珅一生的挚爱 这一生当中有了冯继闻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因为和珅18岁的时候 是没有房 没有车 没存款 没背景 没爹娘 没有任何情况下 他能够娶到貌美如花的冯继闻 冯继闻是朝中一品大员冯英莲的孙女 这个小姑娘呢 贤良淑德嫁给和珅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从此以后和珅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和珅的发妻也给他生了三个孩子 老大封申英德 娶到了乾隆皇帝最小的女儿 顾伦和孝石公主 她也成为了驸马爷 和珅的女儿嫁给了康熙的玄孙 永军贝勒 她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 但是和珅的发妻在45岁那年 又生了一个小儿子 但是孩子的出生给他们全家带来了欢笑 可是没等到一年以后 孩子的夭折给他的媳妇带来了悲伤 从此以后一病不起 在他47岁那一年 然后冯继闻去世了 也就是说和珅九个媳妇当中 有名字的媳妇当中 也是唯一一个死在和珅前面的 那一年是1798年的8月15 他的发妻死了以后 和珅非常的悲伤 曾经还为他的媳妇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真的是深切的纪念了他们俩之间的感情 夫妻俯车矣 唇亡者齿寒 春来一齿落 便知非极端 哀摘知止事 可怜行影丹 记得去春日 携手平栏杆 玉蕊花正好 海棠秀可掺 金春花依旧 寂寞无人看 折取三两只 共作零钱观 如何风雨度 红子同摧残 每一句 每一个字 都是悲悲怯怯 记录着他们的爱情 可是他的媳妇先他一步走了 在1799年的正月18 嘉庆皇帝把和珅抄家自罪 这时候他们俩相隔五个月的时间 和珅死了以后 他的老二 长二姑 他的后果是如何呢 长二姑是来自于曹思源家的一个小奴婢 当时呢 曹思源呢 想把这个女孩子啊 留在自己家中做小妾 但是当时啊 他寄于朝中的一个职务 然后为了巴结和珅 他就把这个小姑娘送给了和珅 这个小姑娘的到来 给他带来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帮助 人的一生当中都是有贵人相帮 长二姑啊 就是他们家的理财专家 和珅家有大账 小账 黑账 白账 都谁来掌管 那就是长二姑 长二姑呢 对和珅也是至情至义 所以说掌管着和珅家所有的账目 也是他们家的财政总监 这就是老二 老三呢 叫做吴清莲 她是本来南方的一个女子 本来出生在青楼 为人小妾 是王胆旺的妾室 可是没有想到 王胆旺被抄家治罪 被一个姓蒋西奇的人 买回家中 做了小妾 由于蒋西奇想巴结和珅 又给他送给了和珅 就像一个物品一样 买来送去 可是呢和珅并没有嫌弃他 把他放在家中呢 真的是好生的养着 他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小能人 因为重拾呢 也掌管着和珅家的 所有的人情世故 也是陪和珅风花雪月的 这样一个女子 而且这个女子呢 才华横溢 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当和珅死了以后 那个小妾也是一个 留下一首绝命诗 陪和珅去了的那个人 她是陪和珅殉仗的 为什么 因为她爱和珅 至情至义 她写的这首诗是这样说的 一条白链 君自了 愁长万缕 妾何如 坠是寂寞 黄昏后 梦里有时 行也无 那这首诗呢 真的是体现出 她对和珅 是情真意切的一种爱 和珅走了 她也随着去了 这就是老三 那我们再说老四 她本来是扬州的美女 散通音律 会谈琵琶 她也是陪着和珅 每天的风花雪月 谈情说爱 所以说两个人呢 也是非常恩爱有加 扬州美女 窦寇 当和珅死了以后 她也相消欲人 也陪着和珅 殉仗了 那这就是和珅的几个媳妇 还有她的老五 纳兰 老六 黑玫瑰 老七 小英 老八 紫燕 都被长二姑 发了钱财 给他们呀 打发出去 可是没有想到 这些女子们 都心甘情愿 陪着和珅 还有一个叫麦瑞的媳妇 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 在史书上记载是非常的少 所以说和珅这个人呢 是重情重义 虽然被抄家治罪 还有她的妻妾 愿意为她殉情 你们说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呢 和珅的九个有名字的媳妇 老大是死于和珅之前 老二长二姑 老四豆蔻 都是悬梁自尽 然后呢 老三是跳楼自杀 那我们大家说的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 她后边呢 都是被遣散的 所以说呢 和珅也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 她的小妾都追随她而去